劇團的首席文武老師 唐文華老師 共同來推出這個精彩的 這個又跨越在夢境和這個現實之間的這一齣大戲 那唐老師和唐美芸歌仔戲團 是在我們的歌仔戲界永遠是走在前端的 而不只是在深厚的這個傳統的這個劇馬上面 那同時他們也勇敢的做跨界 還結合科技各種的元素 讓大家在這個聽院裡面欣賞歌仔戲 便有了另外一個層次的這個精彩的這個享受的感覺 那接下來就請兩位唐老師跟大家分享 我還非常感謝前總監 其實讓我們劇團有機會 可以把每年的年度創作的大戲 可以帶到高雄威武零來 那其實唐美芸歌仔戲團的 周佑銘成傳統創新劇 我們每年總是希望在傳統戲裡面 可以開創出新的局面 所以今年的25週年的明佑季呢 是我們劇團成立以來 算是劍心他首次寫的黑色喜劇 所以怎麼樣在這個歷史上大家而所能想的人物 大家都很熟悉 你們如何以新的風貌呈現 我想來一趟這個魏武零歌劇院 大家共赴帝王之宴 就可以知道我們想要用什麼方式 來說武則天的故事 那當然這次的亮點呢 就是非常感謝唐文華老師 願意跨界來參與唐美芸歌仔戲團 的25週年的大戲 所以我們請唐老闆來跟我們聊幾句 謝謝 唐老師剛剛說了傳統創新局 然後我們的金劇新美學 其實兩種藝術不同藝術 碰在一起的火花是讓人驚豔的 那麼在我們金總監的大力支持之下 這個機會能夠在我們高雄呈現 把這座帝王之宴呈現給高雄的鄉親朋友們 這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希望朋友們進劇場遇享這個帝王之宴 謝謝 謝謝 唐老師要不要講一下 是 這次有婚女兒生 謝謝 謝謝